第六百五十三集 黄海更是被吓得直接跪倒在地 颤抖着声音道 叶前辈 我愿意投降啊 我可以帮助你对战血灵族的狗砸嘴 还希望你饶我一命吧 叶晨屈高临下地看着黄海一步跨出 我不会把任何威胁留在身边 至于你的命 你若是能抵抗我一击 我便不再动手 黄海一正 玄机脸上都是狂喜 不管如何 他都要抵挡住那一击 然而他的笑容很快就僵硬了 因为他感觉到一股如山的压力涌动而来 一轮盖世无穷的强横呼啸而出 贯穿黄海前胸后背 叶晨祭出一轮剑气 配合不灭剑意 顿时剑光如若奔雷 重重叠家而出 将黄海也打成了漫天血雾 眨眼间 又一位道远镜八层天的皇家天才 陨落当场 至此 此地的皇家天才 只剩下八人 苟延残喘 所有皇家天才 包括黄战天在内只有一个想法 跑 八人跑到阵法边缘处 猛力攻击之下发现 根本破不开剑阵 甚至一靠近剑阵 便由万重剑气杀来 当场便击毙了三位道远镜五层镜的皇家天才 怎么回事 这剑阵怎么这么强啊 道远镜五层 面对这种阵法 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甚至我道远镜九层都无法破开 这夜市天实力已经够可怕了 怎么可能阵法之道还有如此造诣 这个世界难道真有天才 黄战天此刻完全懵了 前有剑阵阻挡 后有煞神夜市天索命 顿时六神无主 他看向夜市天赶忙喊道 叶前辈 我愿意投降 叶前辈 我也愿意投降 叶前辈 我也愿意投降啊 求求你放过我呀 前辈 您是将要诛灭血灵族的大人物 一定需要马前卒啊 我们可以给您当牛做马 您就饶我们一条性命吧 其余五人也是连哭待喊的求饶 这五人三位道远径七层 两位道远径八层 换做是在其他地方 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 叶晨自然不打算留下这些人 他刚想动手 轮回墓地却响起了莫宁的声音 墓主 这些人倒是可以暂且留下 叶晨一正 连忙沟通轮回墓地好奇道 莫宁 你可有收服他们的办法 毕竟这些人的境界高于自己 想要用那种术法控制 根本不可能 莫宁 我暂时有一种办法 是一种奴隶契约 你可以给他们设置下来 他们的生死在你的掌握中 甚至你可以抹除他们的思想 将他们变成是武器 莫宁突然开口了 这奴隶契约如何形成 叶晨正好需要 这种一次性的人形兵器 就让皇家这五人 暂且便成为人形兵器吧 莫宁从手心画出一道古老的图案 将之传输给叶晨道 墓主 方法我已经传给你了 需要双方精血作为媒介 以形成奴隶契约 这不是昆仑须的术法 来自那个地方 但是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大的优点 便是可以跨越境界上的一些差距 而且因为是奴隶契约 墓主可以随意抹杀他们的生命 或者是思想 但是抹杀后 宿主不会受到任何问题 唯一的缺点 便是这种契约 只能用于帝尊静之下的人 帝尊静的强者 精神力太强 根本无法形成奴隶性契约 好 我眼下就需要这种契约 叶晨目光扫过眼前五人道 接受你们的投降 也不是不可以 他左手呈现出一幅古色古香的图案 其上有一滴精血 淡淡道 但要签订奴隶契约 你们的生死由我掌控 等到你们为我立功到一定程度 我可以考虑放你们离开 你们接不接受 奴隶契约 五人身形一正 脸色惨白 相互看了看对方 眼眸中尽是灰暗之色 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要么奴隶 要么马上死 作为奴隶 至少还有生的可能 一旦支撑到一年半之后 血灵族强者降临 他们便还有机会 最终 一个皇家天才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脸色惨白 普通跪了下来喊道 我 黄三耀 愿意奉叶前辈为主 愿意终身为奴 侍奉其左右 永远忠诚 永不背叛 若主人欣喜 可放我归去 若主人不喜 可以随意杀我 黄三耀说完这句话 骤然睁开双眼 眉心一滴精血飘逸而出 好 夜晨挥手间 掌心溢出一滴精血 两滴精血碰撞 紧接着 一股耀眼的光芒亮起 飞向黄三耀的眉心之中 一闪而逝 一股神秘的力量 束缚住了黄三耀的灵魂 只要夜晨不喜 随时随地可以诛杀黄三耀 即便黄三耀突破到帝尊境 也无法解开奴隶契约 这份契约 除非夜晨主动解除 否则将永生永世 绑定在黄三耀的灵魂深处 即便进入轮回之中 亦不可解除 黄三耀感觉一股刺痛涌上脑海 稍顺即逝 他知道契约成立了 他站起身 躬身朝着夜晨抱拳道 奴隶黄三耀 拜见主人 此经此情一出 其余四人皆是脸色惨白 看向夜晨和黄三耀 陷入痛苦的纠结之中 若不签订奴隶契约 将生死之权交给夜晨 则必死 反抗 刚刚他们几十人一起出手 眨眼间就被杀得 只剩下他们几人 现在说是反抗 不如说是找死 很快当中又有一人走出来 凝视着浑身萦绕魔器 脚踏五星真气 背后流转轮回之光的夜晨 简直如看见一尊盖世魔神 心中防线彻底崩溃喊道 我黄学军愿意奉夜贤辈为主 终身为奴 侍奉左右 供夜贤辈驱使 永远忠诚 永不背叛 眨眼间 黄学军长呼一口气 眉心逼出一枚精血 同夜晨的精血融合 一股刺痛 犹如万柄长针刺入脑海一般 疼痛万分 却是很快过去 黄学军慢慢站起来 同黄三耀站在一块 神情皆无 已被夜晨抹去了思想 成为了两尊道远径七层的人形兵器 此刻的他们只知道攻击 不知伤痛 不知后退 只要夜晨命令一出 纵然让他们自爆送死 他们也不会犹豫半分 夜晨持着九幽式天枪 摩弃滚脚步一踏 地面以脚底为中心 竟然蔓延碎裂 滚滚尘土卷动 夜晨目视着其他三人道 你们是死还是降 我皇天愿意奉夜前辈为主 终身为奴 侍奉左右 我皇帝愿意奉夜前辈为主 终身为奴 侍奉左右 我皇宇晨愿意奉夜前辈为主 终身为奴 三位皇家弟子同时下跪 表示愿意投降 签订奴隶契约 很快精血凝聚 脑海闪过刺痛 奴隶契约形成 他们的意识和思维 也完全被夜晨抹杀 五位皇家天才 五位道远镜七层的天才 如今成了五具人形兵器 这对夜晨眼下来说 绝对是一道戾气 夜晨想到了什么 突然射向一只 矗立着的皇战天笑道 你想怎么死 皇战天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地上 他疯狂扇自己的耳光 一边扇耳光一边喊道 我不是人 我是混蛋 我胆敢与夜前辈作对 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是混蛋 请求夜前辈 收我为奴隶吧 黄战天跪在地上 一步步爬过来 用长袍 亲自擦拭着夜晨的鞋 夜前辈 公餐造化 让我成为前辈 您的奴隶吧 只要让我活着 我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呀 成为奴隶 也好过死啊 夜晨随意一脚 将黄战天踢飞 他的眼眸血气环绕 本想斩杀 轮回目的中的莫宁 却是让他暂时留下黄战天 毕竟黄战天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滚 我暂且收下你 夜晨道 谢谢主人 黄战天连磕头带求饶的 赶忙逼出一滴精血喊道 我黄战天 愿意奉夜前辈为主 终身为奴 侍奉左右 供夜前辈驱使 永远忠诚 永不背叛 黄战天的精血 同夜晨的精血 融合在一块 契约很快完成 夜晨并没有着急 抹出黄战天的思维 而是问道 破天谷那边情况如何 那边是由黄武枪 那个畜生率领的 主人 那边的实力 较弱于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杀过去 将黄武枪那些混蛋 全部收为奴隶 黄战天眼神中 流露出狠辣的神色 以我们的实力 足以全歼灭他们 主人 我可以和他们五个 帮你拖住黄武枪 以及手下三个 道远镜八层的 这样 主人解决完 其他人后 就可以来收服 他们四个了 听到这话 夜晨思索了一番 问道 那边多少人 各境界分别有多少 黄战天解释道 道远镜九层的黄武枪一人 曾经同我争夺 少家主之位 被我击败 比我弱一些 应该挡不住 主人您的一枪 道远镜八层天三人 七层天五人 六层天 到一层天 一共十人 其余二十一人 全部都是虚王镜 主人 虚王镜没必要留下了 全部击杀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